最後要來看到的是去年的榜眼Chad Holmgren 本場到上場29分鐘,角速15分,球籃板,二助攻的表現 是他可危一年後第一次在比賽中亮相 我覺得他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修整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熱火對上胡人的比賽 這場我有三個球員想要特別拿出來講 首先是Jomery Booyan 他身高6尺2吋,體重180磅,主打孔球後衛 去年他曾經與烏絲和熱火前過10天短約 不過都沒有獲得正式合約 上個賽季在發展聯盟場均有18.6分、5.1個籃板 以及6.44助攻的兩眼表現 而他在本場上場26分鐘,角速6分、4籃板、9助攻以及2抄截 最令我嚴輕一亮的是他的擋拆能力 他本場的助攻都都來自擋拆的配合 不論是POPOUT還是RAWING他都能找到隊友 而且在擋拆後不會因為對手的壓迫而失誤 可以很好地保持運球 上個賽季在發展聯盟的助攻15比是3.44 也側面應徵了他的組織能力 防守端也保持了侵略性 作為一線方周折的壓迫算是蠻夠的 套手正位也算不錯 他的缺點則是身材劣勢有點明顯 他的硬體條件讓他在面對高大或是強壯的進攻者時 會變成被打點的對象 而他在進攻端的缺點則是缺乏投射 本場外線出售兩次都沒有進 上個賽季在發展聯盟也只有33%的外線命中率 讓他要在擋拆後的效果略為降低 我認為缺控球後衛的熱火可以試試看 不過他比較劣勢的地方是前面還有雙線合約的Drew Smith 而且他也24歲了 所以如果他想要拿到合約的話就要把握接下來的比賽 第二個要來干到的是去年熱火用手輪第27順位 選擇Nikola Jovic 分岔他上場27分鐘 角度21分 把籃板三出攻的表現 雖然照片數據看起來不錯 但是我認為他在新賽季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獲得太多的上場時間 因為他的運球還是不太行 遇到壓迫就很容易收球 而且這場胡人進區升高偏耐 所以他在進區可以討到便宜 而且他在處理球有點隨意 當然他的視野是好的 但是他的傳球讓他背了4次失誤 如果不能改成這點的話 我認為這火還是會讓他繼續做板凳 第三個要來看到的是今天表現優異的哈密哈克斯Jr 他奔唱上場22分鐘 角度22分 三籃板的成績 他這場最大的亮點就是轉換快攻 印象中就有兩三球是透過轉換快攻要到分數 他的突然支持也還算是蠻流暢的 雖然出手速度不到很快 但是能夠穩定命中外線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他本場沒有太多持球進攻 所以看不太出來他的持球能力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不用太過擔心 或許以他的位為薄度以及不差的身材 能夠在新賽季爭取輪替也說不定 再來看到馬刺對上黃蜂的比賽 這邊我有三個球員想要講 第一個是去年第25順位的Black Wesley 他上個賽季在馬刺雖然主打得分後衛 但是本場馬刺可以把他安排到控球後衛的位置 讓他來主導進攻 我覺得算是蠻酷的嘗試 雖然最後攪出8足攻75的數據 但是我覺得他的持球是有成長空間的 因為他的視野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來得好 他除了擋拆完找Rubman以外 他也可以在人群當中找到隊友傳出去 印象最深刻的一球就是第二節的獨秒階段 Wesley持球擋拆 他被兩個人夾擊以及進去對滿防守子的情況下 他還是可以轉身把球傳出去 當然這球本來就設置了兩個低角射手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把球傳出去真的厲害 另外他的運球也不會因為防守壓迫造成失誤 並且他也有二段加速的技能包 不過他在細節的處理上還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正 奔唱他的傳球也過於隨便 造成很多非收破線的失誤 他在籃下的終結也不夠好 很多球突破在空中遇到對抗後球就噴掉了 只是他在接下來的比賽需要改善的 第二個要來看到的是馬刺表現最亮眼的Julian Chamberney 他本場上場25分鐘 角出30分發籃板4抄截 上賽季分別在馬刺和76人打球 今年夏天他也與馬刺簽下4年合約 他本場能角出這樣的表現實在出人意料 本場他不論是中距離、三分還是切入都有一定的把握度 雖然比賽中後半段被對手重點看防 讓他的命中率下滑很多 但是我覺得整體而言還算是可圈可點 我認為他真正能轉換上NBA的其實不多 最主要的還是他的三分球 今天他的三分球蛇頭無重 上賽季在馬刺的15場比賽中也角出超過4成的外線命中率 而他不差的身材也讓他在防守段不至於到劣勢 當然他的防守還是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正 不過有拼近又有三分 或許可以讓他在新賽季爭取到一個輪替的位置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才21歲而已 算是符合馬刺現在的時間軸 所以或許在兩三個賽季後 整個四年約會變得無超所值也說不定 第三個要來看到的是Dominic Barlow 上個賽季他也是在馬刺打球 本場上場23分鐘角出24分11籃板兩組光的表現 本場受惠於黃蜂較矮的進去升高 讓他可以不斷地通過耳搏籃板製造得分機會 我覺得他的籃板意識算是不錯 也有中距的能力 防守端他的腳步還算不錯 重心轉移也不會太慢 並且在籃下也可以做到直上直下的干擾出手 不太會被籃倒犯規 在打林蘭的夏季聯賽中 只有兩次犯規算是不錯 我認為他是值得培養的 但是我覺得下個賽季他不會有太多的上場時間 最後是馬刺的進去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我不認為Barlow能爭取到太多的上場時間 除非他能維持今天的表現 最後要來看到的是去年的榜眼Chad Honggram 本場上場29分鐘角出15分 球籃板二助攻的表現 是他睽違一年後第一次在比賽中亮相 我覺得他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修正 例如對抗性不足 這場看著他在進區基本上扛不住對面的中鋒 很多球都被頂開 包括在搶籃板的時候也是 所以即便他在這個夏天有瓜肉上去 但我仍然覺得這還是不夠 對抗性不足在進攻端也被放大 他似乎不太敢正面跟對面的常人對抗 讓他逃不到優勢 當然他的優點還是在的 其一就是他的傳球置野出色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高位發牌 或是打手遞手之類的 其二是他的下球能力 只要他pop out出去或是隊友把他拉開空間 他就可以攻擊cost out的中鋒 對手不貼上來他也可以直接散分跳投 其三是他硬體條件的優勢還是明顯的 雖然前面提到對抗性不足 但是他今天仍靠著身高和臂展做出許多干擾和封蓋 在補斜方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 最後我想提一個問題 就是心態的部分 這場比賽他給我的感覺沒有到很積極 雖然我覺得雷廷會給他相當多的時間去做調整 也希望他可以快點找到比賽的感覺 MING PAO TORONTO